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測試一天的就是手上日本都很有名的SUKU粉底箱 這個SUKU粉底箱的盒子是這樣的 它在日本是比較貴的專櫃品牌 價錢都拍得住Clay Deport 它本身的成份都是加入了很多精華液的成份 所以你上去臉上的時候它是很貼皮膚很保濕 但它保濕得來又不會覺得很黏很厚粉的那種感覺 也有很多用家用了它之後就覺得它更好用Clay Deport的粉底 它的質地是cream狀的 即是比較稠一點的質地 如果你說喜歡比較薄一點的妝容 其實都可以用份量用少一點 即是可以自己調校的 如果喜歡高一點遮瑕度的話 那份量就可以加多一點 它本身的效果就是一個中高的遮瑕度 試粉底之前我就會用同一個品牌的Suku Treatment Primer打底 它出名是因為裡面好像粉底一樣 加入了很多美容液成份 而且它都比較特別的 因為一般的makeup base 就是primer 多數都是cream base 或者gel base機底 這個是essence oil base的機底 即是精華油的成份含量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塗了下去之後 你會覺得它很保濕 很潤那種的感覺 好像不是在塗化妝品 而是在塗護膚品 那樣 顏色呢 它就會有少少粉紅色 不過其實你塗上面就輕輕提亮膚色 也不會說很白 很粉感那種的感覺 你看到其實塗了之後 它就輕微有少少提亮的效果 很薄 薄起來就很潤 很容易推 真的不會像用少少就夠了 而因為它是精華油的基底 所以它就是用油去鎖住水分 它的原理去做 所以它那個鎖水 即是保濕的能力 是高過一般的cream base 或者gel base 即水分是沒有容易流失的 好 現在試粉底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樣子就是這樣的 那我就試濕粉掃和粉底上粉 即是一半 給大家看一下效果 因為有些人都喜歡用濕粉掃的 那就是用很少的粉量 那就是這邊 平時如果你用這些濕粉掃的 你會覺得 嘩 為什麼好像粉底卡住推不開 那樣子 這個suku的粉底 但是呢 你用濕粉掃的 是完全不會覺得 它有任何激粉的問題 因為它真的 是很... 很甜 即是又不可以用很絲質去形容 因為我覺得它已經是 不是絲質那麼簡單 是很濕 暫時上完半邊面呢 效果就是這樣的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就再用Beauty Blender 去上另一邊面的粉底 給大家看一下 暫時上完粉 這個效果就是這樣的 那兩邊面呢 都是我自己喜歡的遮瑕度 那如果你說喜歡再薄一點 那當然你那個粉底的份量 可以減少一點 那這個兩邊面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用Beauty Blender 因為你始終是濕過水之後用 所以就會比較想是 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 可以滋潤一點 保濕一點 而用這個的話 其實等一會 等它封乾了之後 它是會雅致一點的 妝效 所以就看看你自己喜歡 什麼效果的妝感 那待會呢 我就會同樣地 設定同一牌子的SUKU的碎粉 去定妝的 那遮瑕膏我就不想了 就是想讓大家看看 那個遮瑕的效果 其實都遮得不錯 所以我不想遮瑕膏 就這樣加一點碎粉 然後化一點妝 那我就會出街了 那現在呢 那現在的中數呢 就是十點半左右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 那下午呢 回到來的時候呢 再給大家看看 那個樣子 究竟會是怎樣 又回來了 那現在的中數呢 那現在的中數呢 就是五點幾 差不多六點鐘 那其實那個妝都已經 在臉上 差不多都有 七個多小時 那看看樣子 其實那個妝都沒什麼用的 都還是在這裡 很明顯看得出來是有化過妝的 那這些位置呢 有少少就出油了 但是就未至於說真的融了 沒有了東西 那如果這個情況狀態之下呢 可能撲回少少的碎粉 其實就是補一補妝都OK 但是就是 那個臉呢 這些位置其實都看到 還是很光滑的 都看到那個妝仍然 都保持得很好的 那我現在呢 就要回去公司教班啦 那待會呢 可能過多幾個小時 我們回來看看 過了十二個小時之後 那妝又是什麼樣子呢 嗯 又回來了 那現在的中數呢 就是晚上的 差不多十一點鐘啦 距離今早化妝的時候 差不多已經是十二個小時了 那剛才下午呢 都給大家看了個效果呢 有少少這些位置 都是有一點點出油的 那補了些些粉之後呢 那現在呢 又過了差不多六個小時了 其實保持得很好的 對啦 鐵面的感覺是都真的很鐵面的 就是去到十二個小時之後 你都看到那個效果 是很漂亮的 不過有些位置是脫了遮瑕的 就是鼻底 這些位置 就是吃過東西 抹過嘴巴 這些當然粉底會消失 因為我是沒有下過遮瑕膏的 純粹只有粉底 其實整體來說呢 全日裡面的妝都算是 很久了 是很持久的 現在天氣這麼乾都不覺得 它說很乾啊 會令到我脫皮啊 卡粉啊 化合粉啊 就沒有這些問題 那這個就是 我自己的效果 其實我是很滿意的 因為我都用了 差不多半年 有沒有半年 即幾個月 這樣 那我又是不是每天都用它呢 都不是的 因為呢 平時如果你說下街 或者可能只出幾個小時街 那些呢 我都是用阿曼尼的 或者其他 為什麼呢 因為懶 拍拍拍拍的 很快就上完 但始終Cushion 它那個持久度 和遮瑕度 一定不夠粉底 很快溶妝 可能化完之後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小時 你就開始看到 出油 溶了妝 遮瑕度又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說要出得出久 或者真的要 如果妝是持久 要有妝感的話 我也是會選擇 傳統的粉底去上妝的 好了 那又完完今次的測試一天了 那我也是時候 要開始卸妝和休息了 拜拜啦